我有个朋友啊 他最近不小心怀孕了 然后他男朋友就一直不回答说要不要负责 就有点逃避心态 而且最可恶的就是 我最近我朋友还发现 他手机里面有跟其他女生的暧昧对话 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现在呢 就是正在考虑要不要当一个单亲妈妈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呢 这听起来是个非常困难和令人心碎的情况 首先 你朋友需要考虑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感 他可以寻求在这个时候支持他的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也可以考虑寻求专业的辅导帮助 如果他已经决定要当一位单亲妈妈 那么他需要考虑他的日常生活和经济问题 那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的话 你会怎样建议他 如果你的朋友现在没有工作 他需要考虑找到一份可以供给他和孩子经济支持的工作 另外 他可以向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等机构寻求帮助 最重要的是 他需要相信自己 武器勇气 积极寻求协助和支援 这将是一条满长而艰辛的路 但是如果他能够坚定地面对这些挑战 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位健康幸福的单亲妈妈 这是一只Android手机 现在不管在怎样的手机上面都可以执行TrashGPT 在上一步教完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 把TrashGPT接到我们的捷径之后 就非常多人敲完Android版本 然后我就一直在寻找Android手机上面 有没有像是iPhone捷径样子的 没有错 还真的是让我找到了 那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讲一下TrashGPT的API是什么东西 它跟网页版的TrashGPT是完全分开的服务 如果API其实主要是提供给那些网页开发者 或是APP开发者使用 有点像是桥梁对接的感觉 他们可以在应用程式或网页上面 直接去取用TrashGPT的功能 所以一般人其实是不太容易接触到API这个功能的 不过我们可以利用手机或电脑上面的自动化程式 把TrashGPT的API导入进来 之前在iPhone上面我们使用的是捷径这款APP 今天我们会使用到另外一款Android专用的自动化APP 那今天的Android手机代表我们使用到的是三星最新S23系列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 如何把TrashGPT设定到你的Android手机上面吧 那一开始先讲一下今天所有需要下载的APP 还有任何的档案都会放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在Play商店下载一款APP叫做Tasker 它是一款Android手机上面自动化的程式 那我觉得这个Tasker版本 它真的比iPhone捷径的版本还要好用太多了 但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Android它的扩充能力本来就是比较强 那我们来讲几个它比较大的优点 就是它可以继续上一次的对话 然后第二个是它可以直接复制文字内容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语音侦测的准确度真的非常的高 就是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一款APP 然后我们按安装 好那我们现在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它有给你两个选项 我们点下面这个Tasker 然后这边有很多条款啊 什么功能什么的都要把它打开 全部打高之后呢按下面的继续 然后呢这个APP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因为这个开发者它还蛮激樸的 所以它常常会跳出一大堆提示 那当它跳出这种视窗的时候呢 你就点左下的停止提醒就OK咯 然后下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把脚本汇入进来 那这个脚本的下载网址 一样会在说明栏个留言区哦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里面会有一个下载 接着我们回到Tasker这款APP里面呢 按一下左下角的Home键长按 里面会有一个导入专案点印去 然后这边呢选允许 然后我们去找到Tasker把它打开 那这边呢它就跳到了一个专案档选择的画面 然后我们按一下下面右边的这个手机的按键 里面呢我们就去找你手机下载的档案夹 那我们就去找到这个Tasker for Android 那这边呢跳出一个警告我们就按确定 那现在Tasker的整个应用程式码呢已经导入进来 但是我们还缺一把钥匙哦 就是OpenAI的API Key 那生成钥匙的网址呢 我一样会贴在说明栏个留言区 大家就去点那个OpenAI的网址 登录之后呢按一下下面的Create New Secret Key 然后这边呢我们按一下右边绿色的复制按键 然后呢我们回到刚才的Tasker里面 到Tasker里面呢 确认一下你是在任务这个选项里面 那大家看到第一个叫做Set Key 我们点进去这个选项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个变数设置呢 点进去 然后有一个在此输入您的Key 我们就把它整个删掉 然后贴上我们刚刚的钥匙 接着我们回到上一步 那这边有个警告我们按确定 回到上一步上一步 调整完毕之后呢 一定要回到主页之后 按一下上面的打勾哦 它才会记录你的调整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繁体中文跟英文使用者要再多做一个步骤 就是到下面的Set Assistant Personality点进去 然后按下最下面的播放键 然后大家看到呢 我是把它预设在You are a helpful assistant 以繁体中文回复 那如果你是简体中文使用者的话呢 就可以把繁体中文改成简体中文 然后按一下确定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主画面 我们要来进行测试哦 我们就是按一下第二个选项叫做New Chat 里面呢按一下最下面的播放键 这边呢我们来跟它打个招呼 那它回说呢你好我有帮得上什么吗 这样子就是成功了 那现在测试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手机桌面上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它几个非常大的特点 例如说自动复制文字 然后它的对话记录在哪里啊 还有使用语音对话 好那我们现在先取消这个视窗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加到桌面上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不要直接按回到桌面 你要一直按上一步直到它出现桌面为止 然后就长按桌面看你的手机 是如何设置这个小工具哦 例如说三星的话就是下面的这个widgets 然后呢我们往下滑去找到Tasker 然后这边有一个任务快捷方式 我们就点这个选项然后按新增 那这边呢出现了一个表单 我们应该要选哪一个呢 那等一下呢我们会示范三个小工具哦 分别是开启新对话 继续对话跟语音对话 那开启新对话的部分 我们就按一下第二个New Chat 然后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上一步 然后就出现在你的桌面上了 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用刚才的方式新增 那第二次呢我们就选Continue Chat 然后一样按上一步 它就出现在我们的桌面上 再来第三个是Voice Chat 就是语音对话的部分哦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再来复制文字还有对话记录的部分 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 它会自动复制文字哦 就是你每一次对话 你都不需要手动的去复制文字 你就可以找地方去贴上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例如说我开启一个新对话 例如说我教他写出五个买车底油 那现在他已经作答完毕了 那这个答案呢已经自动复制起来了 你不用自己再去做复制这个动作 然后你就去找你要贴上的地方 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那假如我刚刚对话到一半 我想要继续对话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这个Continue Chat 继续对话 那假设我叫他举出另外五个例子 一样呢他就是会自动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到 你想要贴上的地方去贴上哦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对话记录的部分哦 然后等一下语音对话呢 也会用得到这个部分 对话记录都会存在你的手机的档案里面 我们先把档案打开 那在储存空间的部分呢 我们去找一个资料夹 叫做Chat History 点进去 那我们就去选今天的日期 点进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刚才的对话记录 包含我们提出的问题呢都会写在上面哦 然后这个部分呢 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把Chat History 这个资料夹也加到桌面上哦 就是看你手机是怎样操作的 我们可以把它加到主画面 因为等下我们使用语音对话呢 像这只手机它是预设不会出现文字的部分哦 所以我们可以在他回答的时候呢 直接打开我们的对话记录看里面的文本 那在我们开始示范语音对话之前呢 我们再回到Tasker里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因为每只手机它的文字转语音的部分 可能使用的模组都不一样 在选单这边我们去找到 Voice Chat这个选项点进去 其实下面呢我们去找到第七点 它叫做说有没有 点进去 然后呢里面我们就去看到引擎语音的这个选项呢 我们点一下右边的放大镜 这边呢大家就可以去选你手机里面有的选项哦 因为可能有些手机它有自己的语音引擎 你就可以去选择 那这边呢它有提供两个选项 那经过我的测试之后呢 我发现Google语音服务里面的选项 好像不能用这样子 所以我就用了三星自己的服务哦 所以就是看你手机里面有哪些选项呢 你就可以进来这边调整 好那现在选完之后呢我们回到上一页 一样这边呢记得要回到主页 然后按一下上面的打勾 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回到桌面上面 来测试一下语音对话咯 我们就直接点Voice Trend 然后它就开始记录你讲话的内容这样子 那在它念出它的回答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打开我们刚才的对话记录 然后看一下它的文本 而且它在回答的时候呢 这支S23其实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 就是看你可能正在回简讯啊 或是做其他事情都是可以并行的哦 还有要补充一下这个语音对话功能 是可以设成你手机上面预设的语音助理的 但我觉得那个部分有一点麻烦 而且它要开放Tasker很大的权限 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 那再来第二个要补充的点子 就是刚才我们使用这个语音对话 它的声音其实是可以串接到其他的TTS服务的 TTS就是文字转语音服务 Give me one reason to buy a car One reason to buy a car is the convenience and flexibility it provides With your own car You aren't limited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schedules or routes 那如果你有在追求真人对话感的话呢 我会把原本开发者的版本 它的网址呢 我会贴在留言区跟说明栏 但是注意一下呢 它主要还是以英文为主 然后最后呢还是要再解释一次呢 这个TrackGP API呢 它其实是需要收费的哦 只是目前呢我们都还在试用期 那它的试用期标准呢 是三个月18块美金 那我之前有查到资料 现在有可能是已经变成五块钱了 大家可以到一个网址去看一下你的额度 还有就是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发生问题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你的这个试用额度出了问题 你也可以先去查一下你的额度是多少 那解决方法呢 我也会贴在说明栏根留言区 它最近使用下来呢 其实我觉得Android上面Tasker 这款App它是比iPhone上面的捷径 还要更加强大的 因为它可以做的事情呢 真的是比捷径多太多 那Tasker这款App 除了可以用来串接去RGB之外呢 其实你可以去下载很多的胶本来玩 还有就是这一次呢 使用这个Android手机 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罕见吧 那这一次呢是最新的三星S23系列 然后呢我手边有两个颜色 分别是紫色跟白色 我最喜欢的功能呢就是指纹解锁 因为现在戴口罩呢 决定上面要用iPhone脸部解锁呢 还是会失败喔 那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气愤 就是怎么会没有指纹解锁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体验呢 才真的发觉到指纹解锁 真的超级好用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Android上面 使用TaskerGP的介绍就到这边 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有帮助的话呢 也记得要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呢我都会把一些 比较生活类的像旅游啊 或者是心得的内容呢 放到我的Instagram帐号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帐号喔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我们拜拜